那控制單元其實我們不會很仔細的上 為什麼 我先給各位一個討論 因為直接看了CPU之後你才會了解控制單元 控制單元其實就是CPU裡面所有的控制線路 但是這所有的控制線路你可以把它弄成一個單元 你也可以直接寫整個CPU 反而直接寫會比較容易 所以我們現在所看的是 到底控制單元是什麼這樣一個概念 正時不時做 等到CPU的時候直接時做CPU 你就知道控制單元是什麼 那控制單元到底是什麼呢 事實上控制單元就是一堆多空氣和一堆開關 所以只要是你會做開關 你會做多空氣 你就可以做控制單元 當然這中間有一段的就是複雜性的問題 你雖然會做開關會做多空氣 可是整顆CPU的控制單元是超級多開關和超級多多空氣 你怎麼樣來設計它 你有基礎元件 可是整顆CPU的層次概念是不是很清楚 夠清楚你才有辦法設計控制單元 所以多空氣是什麼 多空氣就是像這邊有3210 這個DCBA這四組線對不對 那我這邊有S0S1 這是什麼呢 選擇線 選擇線 大一點 這個選擇線 選擇線呢 如果這邊是00 請問哪一條會通過 如果這邊是00 S0S1都是0 應該倒過來看 S1S0是00 A會通過 D0條會通過 因為00轉成 就實境外就是0 如果這邊是S1是1 S0是0 就是10的時候 它會是第二條線通過 10的話第二條線通過 01的話呢 就第一條線通過 11的話呢 第三條線通過 這個東西叫多空氣 所以你基本上你這邊 十進衛斯吉就是誰通過 這個選擇線是0 還是就是0通過 是1就是1通過 是2就是2通過 是3就是3通過 這個叫多空氣 另外還有一個解碼器 對不對 它基本上就是反多空氣 反多空氣 那接下來呢 試選一多空氣的內部電路結構 大概會長像這個樣子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那四主線 剛剛的ABCD的那四主線 那它在做控制的時候 用了一個三鈦開關 這三鈦開關是做什麼的呢 這三鈦開關 如果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是1的話 這邊就會通 是0的話它就不通 那這種叫三鈦開關 那它的內部線路 用的三鈦開關是比較省 因為三鈦開關基本上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電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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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這邊用AND 而且你注意到它的線路的配置是 這邊 是不是00 因為兩個nut 這邊 01 因為只有這個nut 這個沒有nut 這邊是10 因為這個沒有nut 這個是nut 這邊是11 兩個都沒有nut 所以它就靠這些nut和and來做控制 好 這樣應該大概可以了解這種多功器的結構 那你們在數位邏輯裡面應該也學過多功器 稍微回憶一下 好 所以我們可以用Vlog來寫一個多功器 我們稍微先在這個控制單元裡面 了解多功器的寫法 那多功器呢 這 input select 這邊是選擇線 這個 3 0 d 這是data線 資料線 然後呢 output q 就是輸出線 那你可以看到 always select od 就是選擇線或資料線有改變的時候我就要觸發 然後他說 cass select cass select select如果是0的話呢 它就讓d0通過 select如果是1就讓d1通過 select2就讓d2通過 所以用Vlog做這種多功器實在是太輕鬆愉快 就寫一個case就結束 好 那接下來就是測試程式了 測試程式我們就把資料線跟選擇線都設一下 那資料線呢 我現在四條線嘛 我設成0110 0110 那這只是你可以隨便測啦 然後接下來呢我每50耐秒我把選擇線加1 選擇線一開始是0 加1就變1 再加1就變2 再加1就變3 再加1呢 就又回到0 好 那我們去monitor sd和q 那在1000耐秒的時候呢 我們結束整個程式 那你會看到它的結果是這樣 s等於1的時候 然後呢 d d永遠都是6 因為我們d永遠都是0110 0110就是6 那它的q輸出 s等於1的時候會是1 對啦 因為0110 0 s等於1的話是1 s等於2的話是1 s等於3的話是0 0110後面的3碼 我們從1開始印 0 那回到0的時候呢 就是0 0110 你可以看到0110從哪裡 0110 0110 OK 好 那這就是測試 測試 測試其實它反覆的印出0110的結果 這呼應了我們 這呼應了我們的資料的初始值 0110 就這樣 所以它的 它的狀況大概是這樣 這s3210 但是資料線呢 d是0110 所以一開始呢 在s等於0的時候它輸出0 s等於1的時候它輸出1 s等於2的時候它輸出1 s等於3的時候它會輸出0 就這樣循環 好 那這就是多工器的一種設計方式 用比較高階的case語法來做設計 好 那這些 先各位來執行一下多工器 我執行一遍大家看一下 我們叫muse4 因為多工器是multipriser 簡寫就muse 好 muse4 然後呢 我們就 vvp vvp muse4 好 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看到 OK 0123 是0110 OK 從200那秒開始看 就很清楚 0123 是0110 好 那一直循環 好 這是我們的多工器的測試程式 各位試試看